我们希望通过有政府举办起了一个带头的作用 因为国家安全需入全民的教育 国安法里面也说得很清楚 维护国家安全是所有同胞的杰论 所以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个杰论的 今年的4月15日是中国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也是香港国安法在香港颁布实施后的第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日前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透露 今年的国安教育日活动 首次由香港特区政府主导及筹备意义重大 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负责统筹 将于15日当天举办开幕典礼及专题讲座等活动 当天第一我们重点的节目呢 就是一个开幕典礼 加上了我们有专题讲座 我们谈到的主题呢包括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 国土安全 军事安全 以及到外交利益等等 这个掌论呢都是很有分量的 谈的议题啊 是很重要的 也很重点的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在15号早上 我们选了三个点 我们有一个叫国安家安同心会的一个聘图 会有名人啊 有明星啊 运动员出来跟老百姓一起拍照啊 之后把这个照片聘出来 放在这个聘图上 李家超介绍 今年香港保安局辖下的 包括香港警务处 入境事务处 海关 政府飞行服务队 消防处 成教署等聚律部队 将在训练学院举办开放日 重点主要围绕香港国家安全教育展开 通过展览表演等形式 增进香港市民对国家安全 及纪律部队的了解 我们是以国家安全教育为我们的重点的 第一 我们有展览关于宪法 基本法 国文法等等 我们也有一些展览关于我们的器材 包括枪下 去怎么处理国家安全的一些案件 当然警队有反恐的一个表演 这个反恐也是我们维吾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也是利用这个机会的 让他们更了解每个部门的工作 让这个老百姓跟基督部队的关系 就拉近 谈及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李家超坦言 过去几年间 香港的本土恐怖主义有滋生的趋势 他透露 在2019至2020年间 警队曾处理20余个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案件 其中就包括曾查获10公斤的炸药 以及被称为撒旦之母的强烈炸药TATP 李家超表示恐怖主义活动严重危害了香港和国家安全 而香港纪律部队凭借高效的情报工作将这些案件置于未发 在保安局以下呢 只是建立一个夸部门反恐专职组的 六个基督部队都是成员 六个基督部队都会参与收集情报 那么每个领域都有它 可能涉及到恐怖活动啊 暴力行为啊 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活动的 那么这个情报网是非常重要 另外呢 我们的纪律部队其实是个人很优秀的 在国安法出台之后呢 你看我们警队可以在很短时期 可以立即即发 而且呢成绩有目共睹 李家超指出 目前香港纪律部队约合计有7万人 人数占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 由此可见维护国家安全 对于香港的重要性 他表示 在国家的支持下 国安法与完善选举制度 为香港缓解了内忧和外患的问题 他说 对于香港未来的和平稳定 自己充满信心 政府整体权力部门的三分之一 全心全意的维护国家安全 全心全意的要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 保持香港的治安 继续安宁 这个是一个关键的信息 让外国看到了我们的中心力量都是很团结的 去保证香港不会烂 会对抗你们 你不要小碎他们 因为过往的历史 你看到他们都是挺得住 坚定 而且 你也知道他们可以化会什么力量 加上我们有国家的后盾 有国家安全法 现在选举制度就完善了 内忧已经更减小了 那么我们的外强的力量 就会更建起来了 所以一步一步香港会更稳定 我整体的内部安全 会我对它更有信心